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每天的跑步路线基本是差不多固定的 跑到游乐场那边一圈大概是500米 每天早上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先要做一下一个热身运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刚刚跑步完深海 今天跑了6公里 配速大概是6分15左右 其实有时间要多锻炼一下 今天的路线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我每天是跑适应山游乐人的 但是今天想寻找一个不同的路线吧 就绕着家附近小区的这个范围 大概跑了一下 这是我今天跑的一个路线 我家楼下吧 小区附近的一个比较安静僻静的一条小路吧 这边的话找晚人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也是这种淋漓路 有的时候如果你跑大路的话 交通的这种红路的那种不然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尽量选择这种小的小路去跑 还有就是如果你跑步的话 建议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吧 最好能够穿这样的一件皮肤衣 第一是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 一种跑步鞋比较轻便的就可以 裤子就是这种简单的这种运动裤 像这个腰包 然后把自己一些垂身带的手机啊 钥子啊之类的垂身的东西放在这个腰包里面 然后把它抓紧一点 记得啊跑完步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帽子戴起来 这样的话能够防止 如果颈椎着凉 因为跑完步之后会出汗嘛 所以说这种防护还是要到位一点的 其实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焦虑的 你总要需要有一个途径去释放和发泄出来 每天早上早起跑一下步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减压的一个过程吧 能够把这种焦虑释放掉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尝试着去跑一跑 如果没有好身体的话 可能你连焦虑的资本都没有了 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压力和这种焦虑的时候 但是你要选择好一个方式去面对和去解决 或者是说去缓解这种焦虑 就像我可能选择每天早上去跑一跑步啊 运动一下啊 可能就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 你脑子才会有一个放空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感觉可能什么都不用去想 那起码在我跑步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是可以放掉一切的 什么都不用想 这可能就是一种缓解焦虑和压力这种方式吧 那其实整个今年这个五一的假期呢 我也是在这个小月二里面聚会啊烧烤啊 他搞的七十八我还得跟他访工一样吧 他才是烦死的 改的那么薄你这阴毛现在 他那个刀割得不深是吧 对啊 进不去 你怎么到你都得都得包着骨头 哦 好像现在对这个饮食啊美食啊什么的 其实好像没有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就觉得自己简单的做点吃了 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水煮一点青菜也是挺好的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情之人 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